你见过生命里如此顽强的怪兽吗 这只海怪在被雷欧分解了肢体后 不仅没有死 反而还变成了一具骷髅重新站了起来 那么这个怪兽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整件事情的起因还得从这个倒霉的渔夫说起 他们想着钓个鱼改善一下火石 谁知道鱼没钓到 反而钓到了传说中的人鱼妖怪 别人看到妖怪活都吓没了 他倒好 超级家伙对着妖怪就是一顿暴打 海底妖怪被渔夫打得满脸是血 最后倒在血祸中奄奄一行 慢慢失去生命的迹象 收工回到家的渔夫立马将此事说给妻子听 还不断地夸赞自己今天的身手了得 而他不知道的是 海底怪兽在海底生活了一百多年 生命力极其幻强 与此同时 被渔夫打死的海底妖怪正在慢慢恢复体力 突然天空变得乌云密布 还夹杂着恐怖的电闪雷鸣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要发生了 渔夫看到这一幕吓得想带妻子逃跑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海怪一脚踢开了木门 此时的夫妻俩吓得直哆嗦 海怪伸出触手 将渔夫的妻子拽入怀中 然后一掌将其打死 渔夫见状愤怒不已 冲上前就想和海怪拼命 结果也被海怪一掌给解决了 回想起小时候看到这一集 真的是吓个半死啊 目睹父母双亡的河南 吓得赶紧跑到外面大海海怪来了 翻炒被巡逻的麦克队听到 风源火速跑了过去 将河南救下 当机便与海怪打了起来 不过好在海怪此时的身体 还未完全恢复 于是赶紧开溜逃回了海底 经此一事 麦克队也加强了 对附近村庄的巡逻 另一遍 河南为了替父母报仇 开始疯狂地炼起了渔茶 可奈何总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 还在作死的边缘试探 愚蠢的村民明知海底有海怪 还想出海捕鱼 波子新人再次笑笑来到岸上 用同样的方式将村民的老婆杀汗 村民吓得大声呼唤救命 结果下一秒 自己也被海怪死死掺住 好在这时 河南听见呼叫声 及时赶了过来 用渔茶精准地命中了海怪 很快 麦克队也闻声盖了 风源捡起渔茶 和波子新人打了紧 队员们也把枪射击 波子新人寡不敌众 便再次逃回了海底 看着这些被海怪扩害的村民 麦克队清楚地知道 海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只有将它彻底消灭 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随后 主星团告诉风源 这个海怪 其实就是波子新人 他是拥有半渔人外形的宇宙人 利用海防主的传说 因你在海地生活了一百多年 波子新人的武器就是他的右臂 想要打败他 就必须要学会应对他那灵活的触手 于是 主星团带着风源展开了特训 这一次可不是吉普车 而是温柔的鞭子 但特训手法和吉普车没有什么区别 主星团用鞭子狠狠地抽象风源 可怜的风源 眼神依旧像当年那般无主 最后在团的亲身示范下 风源也学会了这其中的破解之法 就在这时天空再次电闪淋漓 巨大化后的波子新人拳头重来 而这次他的战斗力已然全部恢复 一瞬间村庄被他悉数摧毁 面对这种情况能应付的就只有奥克曼 风源立马变身雷欧拉风登场 二话不说就对波子新人发起了进攻 随后一招过肩摔将波子新人撂倒在地 趁其懵逼之际 雷欧骑在波子新人的身上 对着他就是一顿拳头刺 波子新人奋力争动后 摔出他那几十米长的触手 但这一招显然对增强后的雷欧没有什么用 雷欧顺势转到了波子新人的面前 紧接着一击手刀将触手斩断 雷欧用触手疯狂地抽打着波子新人 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呢 此时的波子新人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雷欧将他高高举起 一招360度旋转后将其扔飞数百米 波子新人被狠狠地砸向地面后 口吐轻烟 下一秒怨气集结 波子新人便称一具骷髅重新站了起来 但又立马散落在地 感谢观看